各大春晚阵容都相继曝光,邀请的嘉宾也是各大卫视提升收视率的法宝,像东方卫视早早就官宣了唐烟跨行担任主持人,有张杰和谢娜加盟,而一般来说,湖南卫视春晚基本是每年收视率不错,而江苏卫视是重大敢于让嘉宾真唱,舞台效果也好,就是主持阵容和邀请嘉宾。 嘉宾的阵容一般,毕竟明星也是要看报酬和卫视的收视率影响力的,江苏卫视春晚首播阵容官宣,周深打头阵彭格尔压场,但流量明星偏多,首先是周深已经成为各大卫视春晚争抢的人选,早前是毛不易,但周深的歌唱路线更广,不管是民谣还是流行都可以,而且周深确实比较幽默,人缘好口碑不错,邀请了流量女团明星, 西琳娜一高,应堂少女303,如今也是各自看发展的时候,但这些女团出道的明星,多数还是不被人记住名字,基本期待春晚的观众还是喜欢长久一点的歌手,平时年轻粉丝可能更追捧像西琳娜一高和赖美云这样的嘉宾, 还有流量男歌手刘宇宁,江苏卫视和刘宇宁也算是互相成就,在刘宇宁还只是网红,还没真正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时候,江苏卫视就邀请刘宇宁,而之后一般江苏卫视的节目只要邀请刘宇宁也都会支持, 随着刘宇宁的名气大了之后,这份情意不变,还有薛之谦也是如此,但还没看到官宣薛之谦的消息,还有女团娜美,算是分支出来的女团,但除了金子涵,其他人真的是有点叫不出名字,而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手腾格尔压场,还是看到点期待值的,腾格尔每年演唱的歌曲,也是大家比较好奇的, 因为往往都是走出其初心的路线,流量明星还是谢可寅,但综合来看,首播春晚阵容不太强大,基本都是流量明星,还都是小嘎位的,而知名的也就是周深,钟振涛和腾格尔,而钟振涛虽然是老牌艺人,但毕竟名气也下滑一般了,不知道后续官宣的阵容能否扭转局面,从央视春晚的阵容看,基本都是参加央视春晚多, 而央视春晚邀请的都是实力派明星,不像之前也是流量明星多,所以大牌明星都被央视春晚邀请了,那么各大卫视就要争抢有限的有实力且有名气的嘉宾了,你期待谁参加江苏卫视春晚呢?